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會先和大家看這個攬炒派 不過主要是民主黨裡面的一些事情 民主黨在區議會裡面是坐擁88席 是區議會最大的政黨 而民主黨的副主席林卓廷 在昨天就出席他們自己有的網台節目裡面 被問到區議員宣誓問題 林卓廷表示目前就未知道宣誓的內容 若果內容和立法會的誓詞一樣的話 看不到為什麼不參與宣誓 他認為重點不在於要不要去宣誓 而是宣誓過後政府會以何種的所謂借口 去指控宣誓者不誠實 到時政務官重提你五年前三年前簽過的文件 說過的話 指你宣誓不真實 林卓廷還強調 政治立場可以轉變 他舉例 譚慧珠當年都反對香港回歸 認為英國要延續管治 今天都改變立場 他又表示 如果政府要取消區議員的資格 沒有任何措施可以應對 即使打官司上訴至終審法院 政府也可以提請人大釋法 這一系列的發言 始終都已經是副主席 我覺得整體上都當是一個官方發言 我們都不會討論他算不算貴不貴 軟不軟化 其實都是有軟化的 不過不是重點討論 我們更加是要站在他們的立場去看這件事 我亦都不去討論那些 什麼你們的宣誓成不誠實 放在一旁 你們假設你真的誠實地去宣誓 你就現在說 強調政治立場是可以轉變的 沒錯 這一刻作為民主黨副主席林卓廷 告訴我們 他們正式跟那一幫黑暴割席 知不知道 跟你說中局之戰 玩暴動玩到進去坐多少年那些 現在記住 他們是轉過來 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 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 擁護基本法 我估計誓詞大概都有這些 就是說 某程度上 他是不是你的敵人 你就想清楚了 一開始 有沒有人跟你說 什麼中局之戰 放一顆燃燒彈在你面前 然後指個方向給你 今天呢 今天我想問你 如果你是在坐的手足 這個案底令你的人生是不是很精彩 我不知道你精不精彩 我肯定這幫區議員很精彩 對不對 你就進去坐 他好像是人工 五萬多元 資助不知如何淋淋淋淋淋淋淋 又五萬多元 一個月 好吧 所以看到了 他們正式 拋棄那幫黑暴 第二件事 亦都說回 成不誠實的部分 重提你三年前 五年前 簽過的文件 或說話等等 有什麼問題呢 幾多年前 不是一個重點 甚至乎簡單講一句 都不要說什麼三年前五年前 2020年7月1號 有幾多黑暴 這裏當中的區議員 是有出過來 或者是公開支持過的 發表他是支持那些黑暴的 你 不是過多久時間 就說可以轉軚的 而是 你經歷了 什麼事情 而導致你轉軚呢 7月1號 你就知道國安法出了 你不會說我知道 國安法出了 你繼續 不犯法的 等等的 是不是 這一部分 因什麼 你突然間轉變這個政治立場 我都想知道的 而且 你們五年前 三年前 乃至三十五家 乃至那些 什麼初選 坦末政府 區議員有沒有份啊 準確我不知道 交給政府那些什麼 政務官 去 看看他 所以這件事是 非常之 需要處理的 是必須要處理的 好了 有關於宣誓 就來到這裡 林卓廷 仍然有說起其他東西 就說 民政事務局局長 徐英偉 早前就批評 區議會失效 林卓廷就認為 政府是 藐視真實的民意 強調三百多名區議員 是由市民一人一票 選出來的 有關於這個 區議會 是不是已經失效 跟這個 是不是尊重他 我覺得完全是兩樣東西 尊重他 你不是一樣 現在不是出糧 又是拿著津貼 但是倒過來 說區議會現在 簡直是形同失效 因為 你們現在是不是不守 他們的章程規矩 不是一樣 第二樣東西 那些 區議員應做的 是應該去處理那些民生問題 而不是去搞什麼政治抹黑 等等的問題 你們那些所謂的藍絲與狗呢 不是很開心的嗎 有些還被人家拍到 他們的寫字樓裏面還在這裏 整個橫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那些 我不知道現在捉了沒有 或者拆了沒有 那這些東西是為了什麼呢 還有某一些的議案 你簡直聽到是瘋狂的 沒有那麼瘋狂的東西都還好 即是你把香港的某些 本身很正常的一些公園 還想把它改成 你們的黑暴公園 這些我都覺得有些瘋狂的 但是有些更瘋狂的 維護某個地方的治安 拆了那個警署 啊 拆爆頭的 這種是 區議會應做的東西 就是按著這一種邏輯 維護這裏的 社區治安就要拆了警署 不如 顧及香港的民生 不如這一屆的區議會 解散了它 不用出糧給你們 省一點點 對不對 又這樣說 起樓你不是經常在這裏講環保的 不如現在玩個環保議題 減少排放 我建議所有民主黨的人 停止呼吸 這件事呢 你覺得我提出的議案 和那些區議會提出的議案 是不是同一個level 我覺得是同一個level 真是sorry 好了 之後下一則的消息 特首林鄭月娥 去了這個述職之後 接受這些 外國媒體訪問 我跟大家討論兩條問題 第一條 媒體問他 跟述職期間 主席習近平呢 有沒有 對他 來近一年 有沒有交點什麼任務給他 林鄭月娥呢 是說明的 不可以透露述職的內容 而被問到 林鄭月娥 有沒有 沒有意連任呢 林鄭月娥也都表示 是不會作出回應的 但是他就說 他是英文 大概的意思就是 我安慰一下自己 通常女士就被安排做最困難的工作 而我正正就是其中之一 這裏簡單的一句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毫無疑問 特首這個崗位 絕對可以稱得上困難的工作 我不敢說是不是最困難 簡單理解的話 你這樣說 就是想做特首的位 想被安排做特首的工作 這個是很簡單的理解 但是我覺得 不是的 他更加應該理解為 林鄭月娥 不想退休 退休就一定不是困難的工作 而特首是一個困難的工作 但是也不排除如果是安排他做其他很困難的工作 或者所謂最困難的工作 他應該就是想的 所以更加傾向是不想退休 但是也有另一個問題 這個 特首 這麼困難的工作 在香港 還有沒有其他類近 那麼困難的工作位置 我就不敢說 如果你說 比起 過去 已經過去了的 前幾任的特首 董建華先生 梁振先生 現在這些主要在社會上發聲 講自己的看法 等等 這些又 叫不叫 很困難的工作 不要介意說一句 我自己覺得特首的位 又應該真是困難很多的 那大家覺得 香港還有什麼位置 困難的程度 是可以跟 特首這個位置去做比較呢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知道 好了 下一則的消息 是疫苗消息 根據外國媒體報導 德國當局 已經發佈了 這個建議草案 建議 65歲以上的人群 不要去使用 阿斯利康的 新冠肺炎疫苗 即是英國牛津那一支 他們的委員會 一份聲明 說到 目前 沒有足夠數據 來確定 65歲以上的人群的疫苗 接種效果是怎樣 另一方面 歐洲藥品管理局 預計將會在星期五 決定是否批准 阿斯利康的疫苗 在歐盟範圍使用 這件事相當嚴重 大家要注意 不是某個 不知名的 或者我們不認識的賭國 是德國 歐洲的大佬 我不執著了 歐洲是一個很強的國家 現在 現在告訴你 我們的長者不打英國牛津了 我不知道 香港政府 聽不聽到 這件事 其他的 小事小國 我都算了 德國這個資訊 我看怕是需要 關注一下 而另一方面 有另一種 陰謀論小小的說法 近日 歐盟 跟英國牛津疫苗 什麼時候拿貨 牛津疫苗 似乎想違約等等 有這個爭議 是不是故意說現在 不接種你的疫苗呢 我自己覺得 我不認同 如果德國想這樣做的話 他在歐盟的領導力 是不是更加應該說成 全歐盟這樣做呢 那 而且 畢竟他都只是長者 不打阿斯利康 那些年輕人都可以打阿斯利康 其實都不是說拒絕 這個英國牛津疫苗 所以我覺得 怎麼算都扯不下 說 涉及他們的商業爭議 所以呢 似乎是 真的不適合長者的 好了 之後 再下則的消息 想跟大家說一下 近日美國的一個投資市場的一個花生 都頗大的了 很簡單這樣說 就是有投資市場可以買升可以買跌 可以買它升賺錢可以做空它 如果它跌你就賺錢 OK 那麼簡單 然後 市場上就有些億萬富翁呢 專門你可以理解為那些叫做對沖基金 它主要就是找一些虛弱的公司 因為虛弱的公司容易做空它 做低它的股價 然後從而賺錢 這個時候呢 近期呢 美國就出現一些 原因 導致散戶團結起來 跟那些 對沖基金 對抗 甚至乎 是贏回他們的 導致那些對沖基金 蝕回錢 蝕很多錢 我都不講 當中的一系列的為什麼會這樣做 那麼 這個過程其實 講到尾 都是投資市場的 遊戲規則 是不是 但是 現在那些對沖基金 輸了錢 那一些的億萬富豪就走出來 在美國的那些 媒體上就在說 說很憤怒啊 對這些散戶的行為 還說 這些 這樣的行為 是對有錢人的攻擊 來的 那不知道大家對這一句說話 怎麼看 或者那些什麼憤怒無比 我覺得 怎麼看 我覺得真是 醜漏到你媽媽都不認得 老實說一句 你 作為對沖基金 專門 做兇人家 擱人家 那些散戶的錢的時候 那些時候 你不出來說 你是對窮人的攻擊 但是 當人家團結起來 去對抗 當你們這些對沖基金 甚至乎贏了 你就大大聲說 這種是對有錢人的攻擊 所以呢 有錢人攻擊 沒有錢的人 是應該的 那些叫遊戲規則 但是 當 沒有錢的人團結起來 去 賺有錢人的錢 符合遊戲規則的情況下 是不是 去賺回有錢人的錢呢 這種就是對有錢人的攻擊 我真的很想問他 有錢人的命是命 那窮人的命是不是命 你問一下美國的那些億萬富翁了 好了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